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B1A相对来说要求要高一些 那么EB1B要容易批准的多 但是需要雇主支持 EB1B和NIW在对个人资质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可比性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看起来EB1B比NIW要稍微难批一点 这是从统计上来说 不是对所有的个例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申请人符合NIW的申请 他也往往有可能符合或者快要符合EB1B的申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选择是申请EB1B还是NIW呢 如果在过去换 是按EB1类别的排期 那么现在情况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才录制这个视频 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 大家知道 从2019年的2月开始 USCIS美国移民局宣布会重新用 Final Action Date A表排期 那么排期到什么时间呢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其他视频 这里我们给大家再讲一下 对于EB1类别 这个杰出人才第一优先呢 排期是到2017年的2月8号 对于EB2第二优先 包括NIW排期是2015年的10月1号 相差呢大概一年零四个月左右 并不是那么长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EB1的排期 也要两年时间左右 假如说你现在加入一个公司 那么雇主呢给你办EB1B 从开始到提交 有的雇主呢会要按申请人 按先来后到 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假如说没有这个等的时间 你比较快就开始提交这个申请呢 提交了以后 你仍然呢要等到排期到了 才能交四八五 对EB1B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这个你只有呢 在交了四八五以后 再过半年再换工作 这样呢 四八五才比较有可能能够得到批准 然后换的还要是同种类型的工作 那这一方面呢 虽然能够用这个AC21RU 但是呢 EB1B和这个PORM雇主支持的绿卡有类似的限制 所以呢 这个雇主支持是一个双刃界 当然优点吧 EB1B比EB1A好皮 然后PORM呢 有的人比如不符合EB1AW的条件 他可以办PORM 但是从另一方面 既然是雇主支持的绿卡 按照移民法的规定 如果你在申请提交以后 就换了工作 就有各种限制 PORM的限制呢 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说了 我们在其他视频里讲过 对EB1B的限制呢 那比如说 你今年目前就交了EB1B 那你要等到交了四八五 过六个月才能换工作 以前呢 这个一般来说不是问题 或者问题不大 因为四八五在140以后很快就能交 那么等六个月就等六个月好了 目前的情况呢 因为有两年的排期 你交了140 可能还要过两年 才能交四八五 然后要过半年 才能好换工作 所以这从你交140 已经过了两年半时间 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呢 事业发展 可能会受到限制 受到影响 然后你交了四八五呢 换工作 新的雇主还要出JBL Supplemental J4 然后呢 还要换的是Same or Similar Job 所以呢 对EB1B的这个限制 大家可以看到 比起来更多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刚才讲到 NIW类别呢 和EB1的排期 目前只差一年四个月 如果你交了NIW呢 没有这种 对换工作的限制 是吧 你换了呢 当然主要是同领域的 新雇主呢 都不用交 Supplemental J表 也不会造成 140失效的风险 而对EB1B来说 如果你交了140 或者已经得到批准了 但是在排期没到的时候 假如是一个公司 工作有变动 有的时候个人被雷off了 或者公司合并了 倒闭了 破产了 或者不存在了 等等 工作不稳定 那么像这些呢 都会对EB1B申请造成影响 如果你好不容易EB1B得到批准了 过了一两年 这个工作出现变动了 这个140又不能继续用了 那就不好了 是吧 对申请人来说呢 就有很多麻烦 而且就还像我们前面提到 很多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 论资排位 进去可能还要排一两年 公司才同意给你办EB1B 这样的限制就更多了 所以以往 我们比较这个Perm 和NIW的时候 讲到的NIW的优点 现在呢 考虑到新的排期形式 在比较EB1B和NIW的时候 往往也试用 所以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那么当然了 这里都有exception 如果你是在大学工作 是Tennial Track这个Faculty 大学的教授 工作很稳定 那么当然了 办EB1B呢 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 尤其是一些 变数比较多的公司 那么就需要考虑到 EB1B的风险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最简单的 当然你就可以考虑 EB1B和NIW 两个一起都办 这样呢 你就可以两个的优势 都得到比较灵活 如果你雇主原则上同意 为你来办理EB1B 但是说你要等一年两年 多长时间呢 怎么办呢 那么你可以先办NIW 先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然后呢 等到雇主落实了这个许诺 到时候为你办EB1B的时候 我需要再办EB1B 但是看排期的形式 如果和NIW排期 只差一年多 而你的NIW已经早办上去了 一年多了 说不定你到那个时候就不用办一个 说起来好像说比较复杂 比较拖口 实际上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是吧 比较简单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网站 比如说那我的背景 现在我是否符合NIW的要求啊 是否符合EB1B的要求啊 或者是否符合EB1A的要求啊 像这些呢 都可以参见我们的网站 看到呢 有case summary 和你的个人的背景进行比较 还有一点要讲到的呢 大家知道现在在这个新的形式下 排期比原来要长 那你提交了申请 EB1也罢 NIW CORM也罢 它都是能够帮助你在将来拿到旅卡 那么你在目前当下 怎样能够继续在美国生活 或者有工作许可呢 你可以办理H1B签证 O1签证 或者对有的人来说呢 也可以考虑 L签证 J签证等等 可以参见我们的频道的其他的视频 如果有更多半亿B1B 还是NIW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